自由經濟示範區 他明天在這個 違法院裡面 黃東正在會有排這個 相關的審查 那排這個審查坦白說他其實 昨天明天有邀請這個民進黨的縣市 首長會到違法院 那會不會審 我們也不知道 可是實際上我們想說有關於這個資金區裡面 關於環境跟土地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找到一個好的時間點 先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那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 台北辦公室的主任蔡忠苑 那我們今天有四位在環境 跟土地農地上面的一些專家 分別是我們最遠的是 環境法院協會的理事長 也是地球公民的董事 詹翠桂律師 那接下來是台灣農村政經理事長 政大地震系的徐世倫老師 那第三位是 這個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 也是政大公刑系的教授 杜文黎老師 然後最後一位是 綠色公民基金會董事長 賴韋傑 那我們等一下會分別就這個資金區 有關於環境跟土地相關的一些問題 來跟大家做一些解析跟釐清 那同時 同時我們會也把我們一些具體的 一些想法說出來 雖然明天不見得會審查 但是總有一天會審查 那我們趁這個時間點先跟大家說清楚 然後在必要的時候還會再有一些行動 那我們是不是先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之後 我們就先請詹翠桂律師先針對 資金區現有的一些條文跟法令 做一些說明跟他一些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教律師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這個法案的名稱叫做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 那第一個呢 如果他真的只是一個示範區 應該是我們講示範的意思應該就是有一個帶頭 示範引領的作用 其實理論上他的數量應該不會多 但是呢我們看到的這個 這個第十三條的規定 他其實幾乎可以把現有的科學園區 經濟部主導的工業區 那那個農委會的這個農 那個農業科技園區 以及從這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變形到產業創新條例之下所設的各種園區 包含第三方政府要設的園區 都可能在十三條規定之下呢 全部的搖升一遍改掛為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那自由經濟示範區 他到底有什麼誘因 讓大家可能未來我們擔心的 讓大家尤其地方縣市政府會趨之若鶴 主要就來自於他 我用八個字來形容 自由自在諸法皆空 因為按照國發會自己的這個法規 衝擊影響評估的內容裡面規定的 總共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呢 他總共會鬆綁了現有的法律高達四十三步之多 所以我會稱他為這個自由自在諸法皆空 那其實這樣子的那個邏輯也並不令人意外 因為這個根源的脈絡 其實從以前的加工那個加工出口期 到這個助餐就是說獎勵投資條例所設置的園區 再到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再到產業創新條例 然後或者科學工業園區設置條例 其實過去的這些法所設置的各種名目的園區呢 他原則上就已經是一種排除既有法律的一些 尤其是一些租稅優惠跟用地取得方便的一些相關的法律所設置的園區 那接下來其實一步到尾轉型成叫做自由經濟示範區 更徹底的以前只是租稅的減免 那現在是把它徹底的免除 那這樣子的形式呢 其實說穿了他只是在炮製另外一個經濟特區 那這樣子的經濟特區呢 他其實就是會造成了園區內外更加不公平的競爭狀態 有權有勢有能力進到這個示範區的人來 他就可以因為各種租稅的免除 甚至可以經由一些外勞的各種的優惠規定呢 他可以變成有非常強而有力的 對其他園區外的國內其他中小企業的產生另外一種不公平競爭型態 把我們其他園區外的中小企業其實就是一網打盡 讓他們全部倒閉 那造就也就是園區之內這些有權有勢的大型企業財團 繼續的拙撞繼續的吸乾台灣的經濟命脈自然資源 那馬政府說這個是用來嫁接未來 不管是簽TPP也好 簽接下來的胡茂協議 胡茂協議也好 就是要嫁接這個自由貿易 但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其實那也是一個道道弟弟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說WTO架構之下的自由貿易 平等互惠的原則呢 去做一些關稅貨物稅之間的那個減免 但是他是基於國跟國之間的那個平等互惠 那所以呢在這個國內之間彼此之間橫向的產業呢 其實他的並沒有形成另外一種不公平的競爭 他是國跟國之間的關係 但是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馬總統打的要嫁接未來的自由貿易之敏 其實他是在炮製的是另外一種經濟特權的經濟特區 他其實真的跟WTO架構下的自由貿易沒有必然的關係 他只是又在讓大型企業財團 把原來在科學園區、產業專區、工業區 這樣子的形式裡面呢 改怪一個招牌之後呢 可以真的是只是吃乾抹進我們的社會資源而已 這是我個人覺得 對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的內容 對憂心也是覺得不得不跳出來反對的地方 謝謝 好 我們去 謝謝 謝謝